湾区捷运BATS宣布 由于将会推出新的入闸门 由11月30起不再接受纸车飞入门 由于将会推出新的入闸门 捷运宣布由11月30日起不再接受纸车飞入门 同时为新一代的Clipper路路通卡推出作准备 日后大家乘搭捷运时一定要用实体路路通卡 或者是电子版本的路路通卡 当局指纸车飞的余额无法转移到路路通卡上 捷运将会提供纸车飞退款 而退款金额需要高于1美元 也都可以是多张飞加起来高于1美元